另外再看到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了13号又开始变天了 此时正逢花莲大西瓜幼苗定值时期 那么玉璃公所特别请农友要密切注意寒流对于西瓜幼苗的影响 公所会务必低时间来协助农友给予农友权益是最大的保障 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13号起又变天了 此时正逢花莲大西瓜幼苗定值时期 花莲公所特别请农友密切注意寒流对于西瓜幼苗影响 公所会务必低时间协助农友给予农友权益最大保障 玉璃镇的西瓜园春节期间受到强烈寒流侵袭影响造成寒害 花莲县南区县原中树镇曾经在2月初邀约花莲农改厂 预期地区农会进行勘灾 现在天气又变天 南区就担心 农改厂也呼吁辅导农民可以使用 海藻金、氨基酸、高磷甲肥料等资材 增加西瓜植株耐逆镜的能力 并且也提醒注意后续病害的防治 以让瓜苗恢复正常生长 记者高手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思议